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和大家看看中港股市今天的表现 内地股市重上3200点关口 这是超过两个月的高位收市 上证指数收布在3216点上升20点 升幅0.6% 深淨城市升近1% 收布在10270点上升84点 沪深300指数升22点上升3436点 创业板指数升9点上升1913点 港股继续做好 临近美市的时间都见到交投非常之弱 麦恒指收布在23710点上升136点 国企指数收布在10257点上升132点 升幅超过1% 大股市今天的成交金額有907亿多 这一节嘉宾邀请你Jason和我们 跟进中港股市后市 Jason 你好 Jason 你好 看回内地股市 今天高收了 上证指数已经连升4日 从上3200关 而且收超过两个月的高位 两次成交车就见到轻微下降到4800多亿人民币 见到好像内地那边的人放了价格回来了 情绪都好像挺好 看3200这个重要关口突破了 后市是否可以再看高一点呢 是的 看回上证 叫正式升穿 和站稳在3200这个关口流上 虽然说成交方面就未算是很配合 或者是一个很大的成交 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一阵内地方面 虽然你说交头未算是很大 但是都还有一些憧憬 就说现在内地方面的流动性 就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的 还有今天都见到内地央行那边 都重启回购操作 那变相都给到市场的一个讯号 就似乎现在内地方面的资金面方面 未必说真的好像大家想到 就说那么紧绝 或者那个拆息就会是升到很多 那这个都算是对于内地A股 就是一个比较有利的因素来的 那最紧要就是说这一阵 大家都不断是炒作 就说内地方面 未来的养老金会是慢慢入市 还有很多的私务基金 现在都是有一个所谓水浸的情况 那资金都是等着去配置一些股份的 那再加上就是说 在这一段一个叫通胀慢慢的回升 再加上一些改革行情的带动下 都令到很多一些叫旧经济的板块 继续是有一个比较活跃的炒作 那令到就说内地股市方面 一些传统的金融股 一些工业股等等 都是有个不错的表现 那这一段我都相信 内地股市的声势 就不会说那么快完结的 那特别就是说 今个星期来 都还有一些数据会公布 那例如就说一些信贷的数据 一些通胀的数据 我觉得都应该不会说差对变 那如果你说在数据又配合一份底下 那内地股市这一段的声浪 暂时都还可以提高一点点 嗯 好啊明白 我们今天看到港股方面 都有些炒染蓝的概念 另外国企指数今天也是跑赢过恒指的 主要都是因为一只国子成分股 幻恒国际电力升幅 在挨近6%收市 创了一个月的新高 见过5.38% 收市时是5.35% 而看回消息就是大摩 看回好它的前景 大摩认为燃煤发电股 都缺乏投资者持有 行业的市涨率暂时是2006年以来最低的情况 股价大跌的空间其实有限 维持多只火电股中性的评级上条 目标价10%至16.4% 当中最看好是836 虽然燃煤成本上升 大公司承诺2016-2018年的派息稳定 又说今年煤价升了18% 去到448元人民币 明年一月的电价调升30元人民币 新产能会在明年开始显著下跌 燃煤使用率还会稳定下来 Jason 你觉得 火电股在大摩唱好之下 可不可以再看好一点 还有华能锅怎么升了那么多上来 投资者会否去追 这个版本都在最近这一段时间 做好一点 但实际上基本面 我自己都还有一些保留 虽然你说在未来的时间 内地方面有机会调整电价 或者过去那一年 煤炭价格升了那么多上来 电价跟着机制做上调 就绝对不意外 但问题是升幅 会不会好像报告中说到 一个这么大的幅度呢 这方面我都有一些保留 至终来现在的通胀都开始上升 还有国内企业面对的成本负担 也是越来越大的压力 所以如果你说电价有很大的长调的幅度的时候 可能都会令到整体民生 或者企业的财务负担 会进一步增加 内地在考虑过这些因素下 我相信都可能会压制 电力厂的价格是升幅的 再加上就在一个叫做电改之下 就是电力改革之下 都有机会会实施更加多一些电价的开放 那就是意味着不同的电力公司 都需要去争一些大客 那便上都可能会令到电价 会有个下调的压力 所以在这些因素上面 对于火电股也都不算太有利 那虽然你说短期来说 整体那个内地经济数据是改善 PMI有个回升 那照计就说对于发电需求来说 会有些帮助的 那但是说现在内地整体那个 电力产能过剩的压力 仍然都还是挺严重的 那所以便上在那个利用率不算 或者有个很明显的复苏底下 对他们的盈利来说 我自己都仍有些保留 那所以你说这一段去升上来 我觉得纯粹就是说 资金就追了一些落后的 这个板过去的几个月 没有什么说怎么样 就是明显升过了 那短期你说跟回一些 都绝对不意外的 那但是你说好像902那样 那样 就是今天都升了5个几%上来 某程度上都有些叫做升得过了 那短期里面要留意 就说其实在去年6月份 当时的高位大概在5个4 5个5个半左右 那这个位置的阻力仍然都是比较大 那所以你说现价再追上去的那个空间 也不会太大 Jason 马来看摩通分析的报告 就说是902对于煤价变动 是敏感到最大 因为都见到最近煤价 是拨幻拨海动力煤价 是指数有些下跌 而且按照每吨是继续下跌1元 是否已经反映了这个利好因素 还有未来煤价 你觉得是否再下跌的空间 未必太大呢 是的 始终内地方面 今年都继续去执行供给质改革 对于一些叫做传统产能过程的版块 例如说煤炭这个行业 仍然都会很积极去取一些叫做 旧有的产能 或者过程的产能 变相对于煤价来说 怎样都会有支持的作用 在过去那个几月 由于那些电厂保护存的需求是回落了 令到煤价跟着下来 都绝对可以理解 但你说去到现时这些水平 究竟再跌的空间 还大不大呢 我自己都有些保留的 还有见到之前的电厂和煤企 签订了一些长期合约的时候 整个价钱都算是挺硬正 不算订得太低了 所以某程度上 都是叫做保障了 未来的煤价大跌的可能性 如果你说煤价不会跌得很多 同样地见到的电价方面 亦都不会加到很多的时候 对于这些传统火电股 未来的毛利元方面 仍然是有少少的压力在那里 好 明白 我们看了那些航运股 因为今天都见到 航运股继续有资金去追捧 上个星期 就已经见到标升19%的1919 今天再升10% 看看行业 就是炒进了一个改善的概念 上个星期 全球航运业龙头马士基集团 就说 航运业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去年末季的需求增长 六年来第一次超越了供应 看看他的这番讲话 是否真的可以提振整个航运股 继续跑赢大市 是的 现在在国际航运市场上 虽然目前仍然处于一个 运力过剩的状况 但是由于过去那两三年 见到很多航运公司 都积极去到 拆回一些船型比较高的船队 做一些报废 令到产能的增长又降低回来 再加上他们在过去那几年 即是所签的订单 亦都在不断减少 意味着在未来这一两年 负运的数量都不会太大 所以大家都预期 去到今年至到明年来说 整体干散货也好 或者集装商的运力的增长 都还可以叫做有个放缩 相反地 见到在需求面上 反而会有个复苏 一来就说内地经济有个改善 见到欧美方面 在贸易上 亦都是近期做得不错 所以如果你说去到今年 大家是炒这个憧憬 就是说来到航运业 供应过程的压力 可以慢慢解除了 甚至去到一个 就是供求平衡 运价方面 可以有所回升这些因素 对于航运板块 过去那年多两年 都是长期落后于大市来说 其实还有最落后的空间 当然 1919近期来说 表现最厉害 始终以计算 业务上 现在1919都主力做一些 集装商运输方面的业务 如果你说 在运价有改善的情况下 当然对它来说 那个帮助就会较大一点 可以再上网多多少 因为看到今天都再升10% 去到这个破顶 3.77的水平 是的 那航运股去本身有个特点 一是股价就不升 但是一升上来那一下 或者追落后那一下 那个升幅可以是挺惊人的 上个星期看到 1919就由2.8多 升到上去3.4多 那今天也是进一步升到上去接近3.8 那看回一个比较长线 一些一个周线图方面的走势 很明显见到 就说近期两支 就是说上个星期 就一支大洋竹就抽了上来 那都在今天的时间 正式升穿了 就是3.4 这个本身都比较大的 一个横行通道的阻力区 那你说这个横行通道是向上突破之后 那我都相信你计算那个量度的升幅 是有机会可以挑战大约4.2 这些位置 好啊 最后和Jason 跟进了一些商品期货的价格 上个星期 就黑色系的商品就比较波动 今天看到有个爆升的情况 都带动了中港股市金属板块 有个利好的情况 其实消息面方面 全球最大智利同框就罢工 近两会去产能都有一些憧憬 下游将会在这个星期全面 恢复生产等等的利好因素 似乎都可以利好相关的板块 江西童今天都升超过3% 落入木页同样是有个利好的作用 Jason 你看看这些商品期货 这些商品的股份 短期内大家可不可以留意一下 是的 这个板也是在1月初开始 这些东西就明显是跑了上来 升幅个别来说是相当厉害的 好像你说中铝方面 也是由3元左右升到4元多 当然你说整体内地方面 产能过程的压力都有机会慢慢缓解 今年供给者改革也会进一步 或者扩大到铝或者是一些电解铝 或者是野连铜等等这一类的范畴 所以对于那个的价格上来说 是会有个保证的 特别你说说铜价方面 始终现在全球最大生产铜的国家 都在智利那边 如果你说短期的罢工的问题 是未能够解决的 我都相信对于未来这一两个月 铜的出产量来说 仍然都会有压制作用 所以变相见到近期 国际铜价都升了不少上来 所以短期我自己对于这个板块来说 都还是维持一个比较乐观点的看法 刚才Jason都说看得比较乐观 其实铜价走势被视为 预测全球宏观经济的先行指标 有同博士之称 你看到未来的铜价还可以继续向好 国际铜价方面 我觉得仍可以受惠整体需求的回声 特别你说现在在全球来说 对于铜金属的应用 需求最大的国家 都是属于中国的 中国今年我都相信 它在汽车市场 或者电网的需求上 仍然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采购 对于铜金属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需求 所以在铲能方面 刚刚提过 始终智利那边 仍是一个短缺的情况 所以铜价我觉得 在未来的时间 仍可以提高一点 很少的 明白了 谢谢最终是详细的分析 和你做分身报 刚才我们说过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有持有的 明白了 有时一会儿 还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我们晚点再见 再见